好,来,在这一边还要我们以12时和24时计时法写出以下时刻 所以在这一边我写两次,一个呢,我是写12时 然后下面那边呢,我就用24时的那个方法来写 OK,来显示,所以我们这一边是这样 OK,好,来,这一个是早上10点15分 10点15am 这一个是下午5点,所以它是5点00pm 这一个是8点00pm,晚上8点啊 如果是早上8点的话,它是出太阳的啊 这1550时呢,是24小时计时法 1550时 然后这一个是1225时 1225时呢,它其实也就是12点15pm OK,其实这一个是一样的 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在这一段时间,它其实是照写而已的 OK,然后在这一个1550时呢 其实它是3点50pm OK,为什么,什么是3点50pm呢 就是说我在我的10根分这一边 我的3,50,我加上12的时候 OK,它就会变成50,155010 所以它在这一边是155010 所以这一个我也是 就会变成200010 OK,200010 24小时计时法 就不用写冒号的 然后你记得要写10这个字眼 就在这一边你可以看到这个8pm 8pm就200010 OK,所以那是200010 5pm,我的5加12的话呢 是17,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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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照写10,15,10 OK,所以我们这一边 我5加12等于17 然后我的8加12等于20 所以5pm 刚刚的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5pm其实是17,0,0,0 OK,然后我的8pm是200010 OK,所以这一个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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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点50pm是15,30 OK,3点这一边 15,OK,3点是15 然后15,50,3点50pm 好,这一个就是12小时计时法 跟24小时计时法 你要记得就是说 在早上am的到12点59pm为止 都是照写 然后把它写成4个这样而已 OK,然后1点开始 到半夜12点的这段时间 都加12pm的这边加12 然后在半夜12点到1点的 这一个是000010 这样到010010 OK,好 这就是12小时跟24小时计时法